明成化六年的二月 一个男婴出生于江南苏州的吴县 因为这一年是虎年 他被取名为唐吟 后人习惯称呼他为唐伯虎 唐吟的先祖曾任兵部车架主事 后随朱祁镇御驾亲征 战死于土木铺 成化年间 他的家族已然没落 父亲经营一家家 酒馆维持生计 或许是这个家族的文脉不该断绝 一个神童就此诞生 唐吟幼年便有文化天赋 十六岁时 他接连经过了县世 俯世 院世 高中第一名暗首 明冻一时 三年后 他与徐氏成婚 二人的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这个阶段的美好时光 成为了唐吟一生的回味 六年后的一个平凡日子里 他的父亲离他而去 随后 他的老母和妻儿 也在两年内相继离世 偌大的一个唐家 顺时被风雨打得千疮百孔 二十六岁的唐吟 已有一头白发 他落笔写下了一首白发� 叹息人生的韶华一世 一个人的日子里 这个十九风流的江南才子 开始潜心备考 二十八岁那年 他在应天府的乡士中名列第一 斩获了唐借元的名号 然而 命运似乎注定要让唐吟度过苦难的一生 第二年 满怀信心的唐吟准备入京参加会时 他作为乡士第一的种子举人 却陷进这一年的科长舞弊案 经过一番彻查 朝廷并未发现唐吟舞弊的真凭实据 比起科长大案 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争斗 而唐吟便是朝唐滚滚诸功内斗的牺牲品 他先是锒铛入狱 而后又被释放归乡 但他再也不能科考了 朝廷允许他做个小例 心灰意冷的唐吟并未复任 死后的唐伯虎浪迹江湖 卖化为生 三十五岁那年 他在烟花巷末遇见了一个叫沈九娘的女子 他为自己和沈九娘的小院命名为桃花庵 准备就此了却余生 可好景不长 五年后的一个冬天 沈九娘也告别了人世 他本以为自己的苦难到此为止 命运却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 两年后的一天 四十四岁的唐伯虎收到宁王朱晨豪的邀请 他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大人物的赏识 却在王府察觉了一场造反的惊天阴谋 面对这场注定失败的困局 他选择装疯卖傻逃离了王府 宁王发动的这场叛乱 最终被王阳明轻松停定 同一年参加科考的两个才子 唐伯虎与王阳明的人生却千差万别 公元1524年的一月 在王阳明向着乘胜之路前进之时 唐伯虎在极度贫困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终年54岁 他去世时没有钱下葬 在朋友的救助下 他被埋在了桃花庵 世人皆知他是风流才子 但真实的他遍体鳞伤 在那个充满荒唐与坎坷的时代 唐伯虎却在接踵而至的不幸中 还有追寻幸福的勇气 私人已去 但精神不朽